會不會你覺得有沒有施連以效應 令到第二間戲院令到含糕殘 就是mcl那些會不會有危險 現在真是人治社會 沒得不知道的 你想想你是戲院這條數 你的預算是怎麼寫的 沒有啊沒得寫 怎麼寫的 你沒得寫的 你怎麼知道呢 我連收入我沒得猜 我沒得猜2021、2022 我猜我的收入是上年的30% 完全沒得猜 所以你說會不會爆勝天由命的 我反而這樣看 這個話題只會伸延到那怎麼辦 怎麼生存這個問題 是吧 下一步是講這件事 我們可以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是很進擊的 我們看Netflix 它原本是做DVD的 是的 Netflix原本就是把DVD寄到那些有者家 Netflix的轉型 是有兩大個轉据點的 第一是網速 就是那個所謂寬頻的普及度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它肯擁抱 那個媒介的衰落 你明白嗎 嗯 你明白這個說話嗎 明白 就是它擁抱那個中間 已經是 咦 不成功了 不是這一刻不成功了 是它看到未來十年的事情 嗯 知道 是吧 所以我個人呢 我是擁抱派來的 你知道我一定是擁抱科技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問我 終歸究竟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戲院應該覺醒 未必是搞 我現在不是叫它搞Netflix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不是叫它搞Netflix 是要創新 是要去新興建的一件事 是我和你 Sephan都想不到的 嗯 這個是我看法 嗯 Imax就算了 Imax就算了 不是想不到的 就是很新 好了 那就分兩件事了 我們斬開兩件事 一個就是戲院的experience 嗯 這個我們是第一件要討論的 第二件要討論的就是 deliverable content 嗯 OK 我們分這兩面說 戲院的experience 其實我覺得呢 將來是很Niche的了 Niche的了 Niche的了 即是說可能現在 類似現在的電競館 或者是什麼VR遊戲 或者是馬雀館 OK Niche的 有一批支持者的 包括我 包括你 Cinema的experience 我覺得是有存在的價值 但是會是Niche 不是Mars的了 這個是我覺得 嗯 嗯嗯 即是好像現在的老人家去看粵劇 或者看歌劇 或者看歌劇 那些 去戲棚看 YES 或者去那個什麼 什麼 去新光戲院看粵劇特朗普 那些 那些 越劇特朗普那些 所以新光是在那裡的 它不收拾 是吧 是 因為還有一班人 是treasure的experience 高山劇場都在那裡 是 但是當然 那個experience本身 都要昇華的 譬如什麼呢 我經常在想 譬如會不會有 藍牙耳筒 是吧 給你聽不同的語言 是吧 會不會多些 會不會有些 原來 將來 Imax 或者其他的科技發展 原來更加立體 或者聲音更加漂亮 這些都要奉妒的 是那個experience 在另一邊的 content delivery上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我從這裏想不到的事情 當然 有可能還慣善流 到底慣了十多的 不奇怪 就是所謂stream 或者 Giuletic 但是 會不會後來有些 新的東西 原來 UA 我這樣掛大了 MCL Cinema City 或者甚至 是講的 韓國CGV 這些 會不會 在開發 原來是 in me 在家看電影 我可以噴一些 給你的 原來看電影的時候 我穿著一件體感的衣服 我是可以一邊看電影 一邊有體感的 譬如女主角藍 你是感受到體溫的 看這個司法列車照片都是那些酸熟味 是不是要Innovate一下呢 因為如果你問我就算沒有疫情 OK 必死的 Cinema是不會繼續延伸的 我看不到可能性 只會不斷回復而已 那怎麼辦呢 那你現在搭streaming那班車 你又太像了 難道MCL建過streaming的平台嗎 你又由零開始拉下 又不行了 那怎麼辦呢 你唯有在Innovate去看下一步究竟是甚麼 這個就是我頂底的看法 是呀 就是他掌握改變變化 而放改變化 對他掌握改變化 對他犯罪 但是這次這件事 搞死了所有 cinema 好像殺過措手德級 搞不定 沒時間讓你進入 是的 你說得好 就是說現在在承受一個之前沒有準備的惡果 當然我覺得業界的責任是比較小的 說真的 誰能想到 這樣被你打殘 而且你又不可以解僱人家 你一解僱 他跟著跟你說三天後開 你到底怎樣 所以這個叫做人質的事情 我們這樣叫 都是人質多個天災 是的 所以有機會是變成大體派太弱流強 不是只是戲院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戲院這件事我擔心的就是 如果去看戲要好像去高山劇場 好像去新光戲院這樣看粵劇的話 我暫時這一刻我接受不了 我明白嗎 我的preparedness是不足夠的 要分開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服不服 一個叫服不服 一個叫做你怎樣言對 是 就是這兩個概念要分開先 不服就 那我和你看法完全一樣的 我都不服的 但是不服不代表停在這裡 不代表停在這裡 好了 你說短期戲院可以做什麼 我真的 我沒有他們這麼厲害 我真的想不到 我又跟朋友說 究竟是誰的錯 不要只怪人 你當然是說我下載VT 繼續 當然不是 我只是這樣說 現在有多少人在聽 加起來 加起來有180加232 400人 好 400人 我現在告訴你 我很驚訝 這件事 我可以很大聲地說 就是戲院重開之後 我看了7部戲 我看了7部戲 你們看了多少 我一部都還沒看 就是 大家又說誰的錯 誰的錯 是嗎 當然 政府又錯 熱界 可能有些人怠慢些 或者眼光不夠闊 或者是 有些全香港對電影文化尊重不夠 所以支持不足 這些全部都很囚 但是大家先問一下自己看有多少部 對 也對 也是那些 那些 為何這間小店要收拾 你今年吃過多少次 那些 同一個 對 但是 市場真的不是解決所有問題 有些文化產業是一定要有些東西 有一個安全點去補 讓它掉下來 不要掉得那麼大力 我同意爆發的 確實不同的 尤其是有才有力的機構 就是 be it public 或者private 就是可以多出一些這些 我是同意爆發的 但是 不可以很單一這樣說這件事 不可以很單一這樣說這件事 譬如 有些電影 有人跟我說的 說 那些港產電影 那些真的不欣賞 很差 我會這樣回應 我覺得可以給一次機會 你是否願意給一次或者兩次機會 這些電影 或者你是否願意去 可以感受整部電影 某些單位的付出呢 因為有些少許雞和雞蛋問題 現在共渡時間 真的你看到很差很差的 下次不給機會的 沒有問題的 那真的不行 是吧 那你講質素的 黃藍店也是一樣的 是吧 好了 但是不是的 如果你看了一部電影出來 咦?好看喔 例如你們上次看《幻愛》 香港人最喜歡的了 那下次這個導演 這個演員 這個女主角 這個男主角 再有新戲的時候 喂 大哥你又說人好看 那你記住人的名字 進去看啊 下次再看啊 是 對 那如果你出來看到 我現在很差這部 我會奉獻 在大家共渡時間 這間的電影界這一刻 大家是不是可以 給他多一次機會呢 如果你說還是盛世的 OK 那他差的 那你一次機會都不給他 但是好了 大家講到共渡時間 拆港產店 那是不是都給多一次機會 真是再不行才判他死刑呢 就是有時候大家 生死存亡之秋 那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撐一下